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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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为了威胁中国人的投号健康杀手 这个病呢 因为病因不是很清楚 目前呢 这个虽然研究很多 学说也很多 但是总体来讲呢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 还是病因不是很明确的 所以在病因不明确的情况下 就谈不了根治的问题 因为这个病呢 目前应该说是一个可防 可控 可治 并不是说某些人想象的那种 好像是得了绝症 而且就是到了生命的尽头 没得搞了 没这回事 大家呢 就说把这个病正确认识了 我们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控措施 应该说还是很好控制的 糖尿病最好的预防是什么呢 三点 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正确认识面对它 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运动 保持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 第三个定期的检查 有什么事情去找医生 或者是找医院去相关治疗 我觉得是挺好的 既然糖尿病是没办法根治的 那就是意味着 这个病一旦找上门 或者一生都要跟高血糖抗争到底 从此三餐都和高血糖将半步永远 民间偏方苦瓜汁的出现 是不是可以扭转这种局面呢 高血糖会不会因此变得轻松呢 那你有听说过苦瓜可以降血糖吗 没听说过 好像听说过应该可以吧 苦瓜 没少了一下吧 就比较喜欢吃吧 你觉得苦瓜有降血糖的效应吗 没有啊 苦瓜没听说过 应该喝也没多大关系吧 这个没听过 只听过抗癌的作用 苦瓜有吧 在大家的观念当中 苦瓜就是有降血糖的作用 通过随机采访 我们发现 各位街坊对苦瓜汁降血糖的效果 都是一定的形状的 我们随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很多篇文章 都力撑苦瓜汁的降血糖效果 文章讲到 国内外的伤瓜研究机构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 已经验证苦瓜对糖尿病治疗的功效 苦瓜可以降低血糖值的原因 在于苦瓜种子含有和异倒素功能相似的蛋白质 众所周知异倒素具有让血液中的葡萄囊转变为热量的作用 借此可以调节人体的血糖 令它保持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网上就说到 鲜榨苦瓜汁一定要在饭前服用 如果在饭后服用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发生 咦 这个苦瓜汁听起来好像几点那样播 但是作为生活调查团的调查员 我的宗旨就是 没有调查过就没有说服力 道听吐书的东西是不可以相信的 下面等我立刻找几个志愿者协助我们做个测试 今天我请到了两位志愿者 分别是尹大哥和温先生 我想问两位多久没抄血糖 很久没抄了 很久没抄过 那温先生你呢 好像都没抄过 好像都没抄过 不过就不要紧 因为现在有机会给你们测 下面我们立刻来测试一下你们的血糖 看看你们的血糖情况是怎样的 OK 这边 首先在饭前对两位志愿者做了血糖测试 一号志愿者饭前的血糖数值是5.3 二号志愿者血糖数值是6.1 然后等两位志愿者 喝下我们准备好的苦瓜汁再吃饭 等待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测试一下 两位志愿者的血糖数值是否有所降低 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再带两位志愿者去测试血糖 OK 沉先生 温先生 怎么样 我很紧张 不会吧 两位志愿者血糖不单止没有降低 居然还上升了 从今次的结果来看 两位志愿者喝下苦瓜汁之后 不单止血糖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了几个点 那是为什么呢 苦瓜汁呢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食物 苦瓜也是我们家常菜 经常都苦瓜炒鸡蛋啊 这些都还是味道非常好的 把苦瓜提炼出苦瓜汁 作为一种降糖的药物呢 现在确实也是有 但是呢 它毕竟还是一个食物成分 那它的降糖效率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所以呢 作为辅助治疗是可以 但是让它作为主打的 作为一个酱糖药来讲 一般是没有很大的一些效果 吃这个东西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能量的 用进去以后的话 它肯定血糖会有偏高的 会有偏高的 那究竟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们就要有时候就要看看这个指标了 哇 哇 刚才的测试结果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啊 那如果是患有糖尿病的朋友放弃吃药 漫漠地在餐前喝苦瓜汁的话 是很容易引起其他问题的 首先苦瓜就是寒涼的 长期喝的话是非常之危险的 那吃什么药 吃多少药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 千万不要狮子停药 盲目相信民间偏方啊 除了苦瓜汁之外 民间还流传着很多降血糖食物 例如紫菜、黑木耳、胡萝卜、洋葱、大蒜等等 都是号称对糖尿病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事实是否这样呢 我们马上通过第二个测试 为大家找出答案 立刻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测试 当然也请到了三位志愿者的 首先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我是阿松 阿松 你好 我叫阿星 星奇的星 阿星 大家好 叫我阿亮 星奇 阿亮 其实这三位都是我们节目的疑心观众 在这里要再次感谢三位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今天需要三位配合我们做一个测试 测试的第一步就是要检查你们的血糖 看看你们的血糖的情况是怎样的 马上开始吧 好的 首先我们找到了三名空腹的志愿者 进行血糖测试 一号志愿者阿开的血糖值是6.5 二号阿松的就是6.1 三号阿梁的血糖值是5.3 然后我们分别的一号吃木耳 二号吃洋葱 三号吃胡萝卜 吃完之后再过多两个小时 然后再进行血糖测试 最后得出结果 一号的血糖值是6.4 二号是6.3 三号是5.7 这个结果果然是有高有低 又是为什么呢 黑木紫菜洋葱 特别是黑木 现在是位置非常高 就是它有很强的这种抗氧化 抗衰老 另外又能够有一定的抗肿瘤的作用 所以对于降糖的作用来讲 它相对比较弱 比较弱 但是这个本身也是我们经常吃的一个膳食里面的一种成分 所以我觉得可以吃木耳 紫菜洋葱 洋葱的话 甚至我们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些维生素 纤维素 那对于糖尿病病人吃的话都是非常适合的 但是没有必要说顿顿都吃这个东西 一定要注意食品的这种多样化 品种的多样化要搭配好 好 专家在这里提醒各位有糖尿病的朋友 民间流传的降血糖方法 还有各种打着降血糖旗号的保健品 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最多可以缓带一些身体上的不适的 不更多的诊是一个心理安慰 盲目尝试分分钟可能有反效果的 不都是老老实实听医生的说话 平时多点注意饮食和适量运动才是常策的 你要有很良好的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疾病 因为这个病目前医疗的水平是完全可以把它控制好 你谈不上治愈但是要控制好 并发症延缓它的出现 延缓它出现的这个程度还是完全有这种水平的 对于糖尿病病人呢 我们要求了一个生活要规律 生活要规律 另外呢 适当要运动 就有运动呢 就是一定还是要注意节制 不要有了糖尿病以后呢 就变了个运动员 不需要 但是就是说要很规律的 轻油的 该做的一些运动还是要做的 那糖尿病的饮食呢 我们建议呢 还是均衡多样化 多样化 然后呢 在这个多样化的基础上 尽量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然后穿插蛋白质脂法 尽量少吃这种煎炸油腻 能量高 或者是辛辣 咸 这些东西我们就尽量少吃点 那其他正常的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还是可以的 就不要超过重量 七八分饱就OK了 不要说天天 三餐之外 又是宵夜 然后又是一大堆的这个点心 那时间长肯定能受不住 糖尿病虽然手尾长 但是并不可怕的 至于合理控制 日子一样可以过得好好的 总体来讲呢 是食业不要过量 天天运动保持健康体重 三餐分配合理 零食要适当 如果过饮过食的话呢 会令到血糖突然升高 那从现在开始 改成小食多餐 血糖稳定身体自然健康 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苦瓜汁可以降血糖的 说法是假的 其实民间有很多偏方 都是不科学 不可以相信的 如果你想尝试 但又持有一定主意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 都是先问一下医生 千万不要盲目尝试 以免延误病情 欢迎继续收看 生活调查团 我是KK 根据全国善食营养状况 的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人普遍都是缺概的 而且有高达80%的人 平均每日钙的涉入量 是不足于需求的50% 其中儿童和青少年缺钙的现象 是特别严重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会注重补钙 很多人就会选择喝牛奶去补钙 当然有些人也会觉得 喝牛奶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且喝多了也会觉得好 咀嚼奶片就更加之方便了 牛奶和奶片补钙的效果 是不是一样呢 奶片又可不可以补钙呢 下面我们立刻为你调查 奶片是内蒙古特色食品 是以鲜鱼和鱼粉为主要原料 添加适量的腐料 经混合鸭片包装制成的片状鱼制品 奶片的主要营养成分 主要包括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 由于它的营养丰富 可以直接食用 攜帶又方便 保质其长等优点 而与鲜奶相比 奶片又不需要冷藏 不需要加热食用 已经成为鱼制品中的亮点 尤其受到学生和白鸣的欢迎 我觉得应该鲜奶好些吧 牛奶吧 牛奶吧 它应该是牛奶了 牛奶吧 奶片毕竟是进行更多加工的 那这个我不清楚 但我怎么觉得牛奶会好些 嗯 其实看你喜欢吃哪种多一点 如果你吃得多了营养 再次就够了 通过随机采访我们发现 很多学生和白鸣选择奶片的原因 是因为随时对地可以方便补盖 很多人都认为奶片是浪缩了的牛奶 营养成分 应该和牛奶相差无几 补盖效果应该相差不远 很多奶片广告都跟你说 一版相当于一杯鲜奶 口味里停留时间较长 营养成分吸收率比液体奶更加高 听起来 奶片简直是原性液体牛奶的 事实上又是不是这样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有不少的专家学者都认为 奶片的营养成分是远远比不上鲜奶的 钙的含量明显低了 而且还有各种的添加剂问题 如果长期大量吃奶片的话 不单止补不到钙 还分分钟可能会伤身 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下面立刻为大家找出答案 问题一 奶片含钙有多少 为了做个营养成分的对比 我们在市面上 买了几款不同品牌的奶制品分别是 品牌奶片 合装纯牛奶和奶粉 我们分别了含钙量的对比 大家最关心的是补钙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些产品 钙含量分别是多少 首先来看看奶片 奶片当中每100克所含的钙是375毫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牛奶 牛奶每100克所含的钙含量是100毫克 最后来看看奶粉 奶粉这里写着 每100克所含的钙是660毫克 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我们日常经常食用到的奶制品当中 含钙量最高的就是奶粉 我们发现这几款奶片的配料表上面都写着 含奶粉 头桃糖 白砂糖 麦芽糖 还有香精 食品添加剂 那一看来奶片已经不是大家所理解的超浓缩纯牛奶 这个和牛奶糖相比是差不多的 实际上牛奶片或者是牛奶或者是酸奶来说 我们从理论上的角度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纯的奶来做成的奶片 可能也问题不是很大 那么这种成分也不会像它相差有太大的太远的相差量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制作工艺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牛奶我们的酸奶我们直接食用就行了 我们不用添加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说也没有必要添加任何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营养成分改变就不是很大了 那么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对于奶片的制作呢 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把水分蒸发掉 然后把它做成奶粉 做成奶粉要做成奶片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肯定会添加一部分塑形的东西 要么的话它不可能成成一片一片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添加一部分的淀粉 这种量的增加可能会使在奶片里面的钙的绝对含量 或者是蛋白质的绝对含量下降的 这是肯定的 看来吃奶片補盖这个想法真的够傻够天真了 因为奶片里面含钙量真的达不到其他奶制品这么高的 如果想有一个合理的補盖效果 都是乖乖地选择鲜奶或者奶粉 从刚才的调查我们知道了 虽然奶片的钙质和营养物质含量不高 但是勉强把它当零食来吃还是可以的 厂家也都说到奶片的吸收率是要比液体奶更加高的 那么究竟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小朋友经常吃奶片对身体会不会有危害呢 下面我们继续调查 问题二就比喝更加好吸收 因为牛奶和奶粉都是液体的 而奶片就是固体的 如果从牛奶和酸奶和奶片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说的工艺是合格的情况下的话 对于钙的存在形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你把它做成奶片或者是做成鲜奶 或者是酸奶 那么它的钙的吸收率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们只是说它的结对量含量是有区别 那么就是说奶片的含量会低一点以后 它的吸收率肯定会受到影响 并且来说你说固形的这个东西 我们日常用的钙片也是固体形状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推广 如果是有必要的情况下补充 用钙片来补充 那么实际上跟奶片的目的实际上相差不多的 那么我们所说一点钙片的吸收 钙的吸收它的干扰形式并不在于它的形态 而是在于它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维生素D的含量 维生素C的含量 以及我们正常进食的时候 我们的植物性食物的含量 这些对钙的吸收率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而不跟它的形态没有直接关系 没有直接关系 大家都仍知道 因为钙是应该一种固体的物质 所以应该奶片是比较好吸收的 而食物的吸收会更加好 专家提醒大家 又不止父母喜欢将奶片与钙片给小孩做零食 认为开含量丰富 比小孩吃糖好 其实这样想是错的 而因为奶片是经过牛奶干醋而成 然后添加一些物质定型 不少的黑心商家 可能会在这个定型过程中添加一些劣质的添加剂 所以各位家长 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 如果是说添加剂引起的结石 实际上来说可能就跟我们营养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我想一点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固形剂 比如说淀粉的含量增加 我觉得这个对结石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很大 那么如果是说我刚才说的 合格的一个钙片的生产的话 应该是对结石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影响 调查到这里什么都搞清楚了 原来奶片只不过是一个墟头 补却效果真的是一般的 如果长期大量服用的话 还分分钟可能会引起结石 所以说各位街坊一定要谨慎选择 如果有条件的话 建议大家最好选择顺牛奶 又或者酸奶 这样会比较健康一些 生活调查团提醒各位 鲜牛奶中除了含有高质量的钙之外 还含入蛋白质 铁、维生素B等多种营养物质 这些都是奶片无法相比的 商家宣称的 一版奶片相当于一杯鲜奶的营养 这个说法不妥信的 不过奶片也并非一无事处的 它附含牛奶蛋白、牛奶脂肪 能量都比较高 适合作为一种能量补充品来吃 选购奶片的时候 尽量不要买散装 要仔细看配料表 要选择一点 不含值之末的会比较好 调查到这里又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 在最后要提下大家的就是 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微信 又有福利益街坊了 只要你关注我们的微信 并且进入微社区 晒出你的美照 只要点赞的总数最高的话 就可以获得最新品牌的手机一部 最新品牌手机免费送 还不快拉起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参加 今期节目是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